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台风造成圈台有1人死亡 62人受伤 农损约新台币7亿元 目前中央气象区表示 三足台风未来行进路线 朝向台湾自菲律宾一旦移动 而且强度还会再增强 是我会直接影响台湾 信息是关键 日期15号及16号影响台湾最为明显 三足台风今天早上8点钟的位置 仍然还持续位于台湾的东南东方海面 大约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那持续以每个小时30几公里的速度 向着西南西 那未来有机会在三天到四天之后 转向东北西北西的这个方向移动 那由于它的强度未来还有持续发展 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